開箱啦 I'm Bob Shop 嗨 大家好 我是公讀生一號 那今天來這邊呢 就是要代替竹竹來煮鋼彈啦 那我們今天要來煮的是 這一台 SAK 那它是夏亞的專用機喔 它的代號是 MS06S SAK2 今天要煮的類型是 HG 那我們今天就來看看裡面有什麼吧 有最基本的說明書 竹竹已經打開過的零件 有三片大的 一片小的 然後還有它的武器 我之前有煮過RG系列的MKII 我覺得HG跟RG比起來真的少了很多的零件 看起來也比較大 我覺得應該會簡單很多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塊紅色 這塊大零件 相較於之前煮過的RG HG 有些地方啊 分色的地方 就做得比較簡單 像有些零件上面的刻線 也沒有這麼的細緻 沒有這麼的明顯 還有 我看到這邊 它有三種像是握件的手 還有扣板機的手可以選擇 像RG的部分它就是 手指頭是可以動的 靈活度也比較高 在設計的方面呢 就像吉隆公國生產的軍機 他們做的就是外型比較圓弧狀的 然後我覺得圓形的還滿可愛的 那公主那一號 你喜歡吉隆公國的生產還是聯邦軍的 我比較喜歡 方方正正的 比較喜歡 我喜歡重套型的那種 好那我們先來看說明書好了 剛剛有稍微看一下 說明書 對不起 剛剛有稍微看一下說明書 裡面只有19個大步驟 像上次組RG的時候 它的說明書就是密密麻麻人大本 就跟字典一樣 如果是像初學者 我覺得可以從FG來交上手 第一個要組的就是它的槍跑 那我們就來開始組吧 好那我們現在就是緊急企劃要插入了 總之呢我們這個緊急企劃就是 會把全部的零件都剪下來 然後讓你去 全部嗎 對 全部喔 對 好現在就是讓公讀生一號體驗 所謂叫做紅色的三倍數 那水團軍剛剛幫我把所有的零件都剪下來了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 就是不會說是全部都是白色 全部都是灰色這樣讓你分不清楚 好 這是哪一隻腳啊 喔 我知道 我裝反了 為什麼第一隻腳毀第二隻腳就這麼不順 怎麼這樣不太一樣 少一個 腳欸 喔喔在這 好 我還把另外一隻腳拆開 他的腿合不起來 這樣怎麼打開啊 打不開就剩了腳 中文書上面有好多驚嘆 就是要你小心的地方 我就很快的咻過去 他不是三雙手 但是要合在一起 手的地方也組好了 一邊有龜甲一邊有盾牌 蠻公平的 兩隻手裡面都裝不一樣 對啊 我裝錯了啦 可是好合喔 那那個鈴鐺就這樣打一打 對啊 那那個鈴鐺去哪裡 他不會有貼紙對不對 他貼紙在頭裡面 脫啊 脫啊 脫有眼睛 我忘記了 別吃了 裝得太熟 有間鈴鐺沒有被裝上去 我已經做完了 沒有裝上去就做完了 還是本來那個鈴鐺就沒有了 他是多送的啊 所以 薩克的身體裡面少了一些東西 我不知道他哪裡少東西 看來學生鈴鐺上的動作好 了 我好像還沒想過 我都不想吃 什麼事 我都不想吃